中国取消83万吨美国玉米订单之后 美国新季度未能出口全部的玉米 美国不想给中国断粮了 现在希望中国恢复进口美国的粮食 大家好 对于美国而言 中国进口粮食是私自团粮 中国不进口粮食 又是给全世界带来了麻烦 反正是不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只有它美国自己是对的 最近美国一家媒体就指责中国各地的仓库里 堆满了粮食 让世界各地的农民不得不应对中国放缓的前景 比如法国对中国大卖的出口就一直在下降 而美国也没能在新一季度扑虎掉全部的玉米 澳大利亚小卖种植者也开始感到紧张了 以前他们都有中国庞大的市场给他们兜底 现在我们中国不进口他们的粮食了 他们很多的粮食就都卖不出去了 要知道核武冲突爆发之后粮食危机吸卷了全球 之前还有美国官员要求中国释放储备的粮食以拯救世界 他们认为中国私自团粮是不对的 可现在我们中国真的不进口了 美国又开始玩不起 声称中国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说白了 拯救世界只是他美国的借口罢了 美国担心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又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中国大幅缩减从美国进口玉米 其实还要从去年开始说起 去年五月份中国就接连取消了83.2万吨美国玉米订单 与此同时呢 中国也开始加大了从巴西进口玉米 除此之外 中国国内的玉米价格同样很便宜 简单来说 粮食市场是全球化的 谁家有货 谁家卖的便宜 那么中国就和他们做生意 美国国内玉米价格高 运输成本也不低 自然就会慢慢失去优势的 而说我们中国故意不进口西方国家的粮食 那又能怎样呢 这些年美西方在外面是四处拱火 他自家人都在抗议 美国他有没有好好倾听一下他们国内的声音呢 有没有剥削他们国内人的福利待遇呢 除此之外啊 美国胡乱恢复着制裁大棒 也是我们中国开始放弃美国玉米的原因之一 为了防止美国以后搞混合战争 我们中国的确需要确保自身进口的多元化 美国联合一众盟友制裁俄罗斯的事儿 我们就不多说了 前不久美国驻日本大使尼曼牛尔 刚使声称要给我们中国断粮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难道他以为中国只能从他美国买粮吗 现在尼曼牛尔被现实打脸了 中国不进口他的美国粮食之后 反倒是美国自己先喊疼了 这就和美国表面制裁俄罗斯石油 背地里却偷偷的进口俄罗斯石油一样 美国人他不计后果 喊出我就是要制裁你的时候 他是风光无限的 但是最后他自己咽下的苦果 这就是逞一时之勇 得一时之会 考虑到拒论于美国大选还剩一个多月了 美国人这个时候开始关心起自家农民的利益 顺带还把责任要甩到中国头上 其实他就是为了得到美国国内摇摆州 美国农民手上的选票 反正美国的政客都是那样 竞选的时候说自己多么爱美国 一旦正式上台了 当初的承诺呢 就直接都丢到风里面去了 好 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